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牛排之外 需要五种配料和一种食材 配料里的牛排和鸡排调味粉可以换成任意自己习惯的种类 牛排建议用沙朗牛排 换成其他品种要适度调整烤的时间哦 那我们先开始混合配料 先好好混合起来 会帮助它们更加均匀的撒在牛排上哦 由于食盐的加入 如果调味料在牛排表面停留过久 会溢出血水 尽量一撒上调味料就快快开始烤哦 千万不要腌制 因此我们在进行撒调味料的步骤前 一定要先预热空气炸锅 390-400华氏度都可以 均匀的将调味粉撒在牛排的表面 用重叠牛排的方式 避免粉的掉落 用这个方法既不浪费 也方便清洁 用手涂抹会造成不必要的温度和摩擦 因此尽量不要用手直接去抹匀调味粉哦 准备好后即刻将牛排放入预热好的空气炸锅抽屉 牛排和培根的香味很大 在间隔的空间放进培根 并排在一起烤 让培根所烤出的油进入牛排 就算不用额外加入油 也不会很干 还有一节迷迭香 因为迷迭香的味道非常重 不需要特别处理撒在牛排上 只需要在烘烤的同一个空间内加入它的香味就可以了 接着将抽屉放回空气炸锅里 调整时间至12分钟 时间结束后让牛排在空气炸锅里休息5分钟后再拿出来 这样烘烤的步骤就做完了 休息好的牛排可以直接边切边享用 也可以切成方便食用的大小 装盘后再享用 这样刚好是medium rare的状态 可以按自己喜欢的熟度调整时间 不要忘记搭配上培根一起哦 会有翻倍好吃的味道 最后装饰上一小节迷迭香 超级简单好看又好吃的空气炸锅牛排就完成了 过年期间或者情人节可以在晚餐的食谱里加一道塔 让整顿晚餐更丰富起来吧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支持